原标题 揭秘 天子门生胡宗南 为何到五十一岁才当上新郎 也心十足 智大财富指的 就是蒋介石天子门生胡宗南 可以说 在黄埔众学生中 胡宗南是最受蒋的看重与重用 而蒋介石重用人三大原策 胡宗南全战 浙江人 黄埔众 忠心 那么 像胡宗南这样高官 为何到五十一岁才结婚 当上新郎 对于现在还说五十一岁还没有结婚 肯定是没钱 身体有什么问题 长得不好看 再来看看胡宗南当时的地位 在黄埔众学生中 胡宗南第一个当兵团总指挥 又是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 而且还是第一个当战区司令长官 从以上来看胡宗南要地位有地位 钱自然也有 据说 个头不是很高 但是 这也不影响他找老婆 更何况 地位才适应软件 加上又是当时哪个时代 胡宗南绝对是钻石王老五 到了后来 胡宗南成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麾下指挥几十万兵马 大家都称他西北王 而在当时许多高官贵人 都想把自己女儿介绍的胡宗南 但是胡都没有同意 有人就要问 我们的胡大将军 是不是人家身份低配不上他 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 接下来 这位姑娘身份地位都不比胡宗南差 她就是孔家二小姐孔令尾 而且 还是宋美宁谦的线 可是最后胡宗南还是没有同意 有人说 胡宗南是不是不喜欢女人 如果你如果你这样想 那又就错了 其实 胡大将军有自己喜欢的姑娘 她就是叶侠迪 有传闻她是戴立下的女特务 至于是真是假 却不知 叶侠迪 浙江松阳人学历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 后又转读浙江省景观学校 之后又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 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 先后获学士 硕士 博士学位 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 这以上经历来看在当时叶侠迪算得上是位大才女 又漂亮又有才华 难怪胡宗南都被她迷着了 而胡宗南认识叶侠迪旧 是戴立介绍的 因此 还有传闻说 叶侠迪是戴立的情人 还有一点就是胡宗南与叶侠迪相识多年 却一直都没有结婚 直到一九四六年戴立追击身亡后 才和胡宗南结婚 而他们结婚时 胡宗南已经五十一岁了 而叶侠迪也有三十多岁了 但依然是风姿绰约 光彩照人 可以说 西北王胡宗南还是位痴情男人 婚后 叶侠迪为胡宗南生下 两子一女 后来和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 这个昔日的西北王也逃往台湾 一九六一年 胡宗南身体出现高血糖 一年后病情恶化 后来蒋世子亲自探望 让胡宗南激动万分 替泪交流 十四日凌晨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中年六十七岁 并追尽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与夫人叶侠迪在台 过了十几年 相对平静而又落寞的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